安省皇家博物馆 以及借来的三位私人珍藏的作品 并且呢是有一部是从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借来的隶书 那现在站在我身旁这位女士呢 就是安省皇家博物馆东方部的研究人员曾女士 曾女士你好 你好 那首先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你们这一次举办这个中国文艺品的这个展览的主要意义 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这个展览的地方是每年都有一个新展览的呢 那今次呢我特别想出一个新的题材 就是想介绍一些比较创意很丰富的文物 然后我看到这些创意都是很精致很小巧的 那其实这些都是不是手工制作的 当然啊 那些剪品呢大部分呢都是皇家安省博物馆的收藏 那小部分呢就是从本地的收藏家到借回来的 那皇家博物馆的收藏之中呢 有大部分呢都是捐发的收藏家捐给我们的 有些呢就是我们从收藏家手上买回来的 这个展览的钱品的年代呢 是从唐朝到到今个世纪都有 那郑女士也跟我们讲解了这个展览的概况 那现在我们就请她呢带我们继续去看一下 每一样小视频到底精致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在旁边啊看到有一个满足妇女头饰 那请这个郑女士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妇女头饰 展规里面呢有两顶是女士带的棺呢 都是用个脆料的毛来装饰的 那是很富丽堂皇 还有还有其他的呢就是那些发簪呢 就是当时的妇女也是美化过头发的样式 那您刚刚提到了翠鸟 翠鸟其实据我所知是非常小只的 然后也很难抓到 那他们在十九世纪那个清代 这个是清代的没有错吧 清朝的 那他们都是真的是把它们抓来 然后用手工这么制作而成的吗 是啊 根本呢中国人自从汉朝 至少是汉朝起 已经是利用翠鸟那么漂亮的羽毛来做首饰的 所以一路下来呢就大量地捉那些小鳥 结果呢差不多都绝肿的 所以自从宋朝 后来呢更是明朝开放了之后呢 都是那些翠鸟羽毛呢都要去到东南亚国家 比如印尼啊 泰国啊 那些地方那里搜集回来 所以是很名贵的 这两个剪出这两个呢都是同一类的 都是只有很有钱的人家 才可以买得起 还有带得起 或者是皇室的女人才可以带 好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有银质的 还有铜质的这些像镜子 也像护身符一样的东西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我们见到的呢都是做来给小孩子 或者婴儿大的护身符 就是作用就是帮他辟邪来保护他 那你看到呢这里有铜有一个是铜做的 其他的都是用银做的 那是很精细的 每一个呢里面它造成是先做一个盆这样的形 就是用银丝或者铜丝这样织成的 然后里面呢就摆放住7样微型的模型 那这些模型是代表有一个算盘 有一个秤 有把剪刀 又有一个镜 还有就是一把尺 和一本通书 通书就是每一年年头的时候 由政府编了出来又印了出来 就颁发出来给民间去买的 那里面呢就有各种教你每日行事的方法 或者避忌或者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的事 那是听人民可以有些 有些准则来做人的嘛 那其实我们最近这个电影的蝙蝠侠非常流行呢 在这里呢我也看到了一只蝙蝠 那这个就应该不是蝙蝠侠 不是Batman了 你们可以近看到这个蝙蝠 还有一个兽星宫 还有一只鹿在这边 那它们是在干什么呢 而且这幅画里面的印象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近看呢 就知道每一个笔呢 每一点一画呢 都是由不同的字而组织而成的 那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寿星宫啊 就是最大的寿星宫 其实呢 近看就能发现它每一个字都是寿字 那旁边这个鹿呢 其实当我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已经清楚 其实就是福禄寿了 那非常的独特也非常的有意思 那我们现在过来看这边 这边呢 有一个像扇形一样的文书 其实里面密密麻麻的 肉眼看不太清楚到底是记录了一些什么 那我刚刚去曾女士给我们介绍 其实每一页每一个都是一首唐诗来着 就是有李白杜甫 有六名诗人写的一些唐诗 然后里面呢是记载了唐诗三百首里面 其中的十三首 而且我们看到里面密密麻麻 到底有多少字呢 那据曾女士给我们介绍 她仔细的算过了 其实里面有三千八百多字 那是非常的了不起 我真的很难想象 他们这些到底是怎么来制作而成的 那曾女士 我看到这个展规里面有很多 不知道怎么说是木头做的 还是铜器做的 还是什么做的 类似一些胡子 那他们到底制作方法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看上去他们好像是用木头做出来的文物 但是其实不是 其实全部呢 后面那一排的展品呢 全部都是用陶瓷做出来的 但是经过加工呢 还有其他特殊技术呢 令到他们呢 看来好像是 一样某样 材料造成 其实它是另外一种的 那令人觉得呢 就是知道真相之后 觉得哦 原来如此 其实每一件都有它特别之处的 但是这一个呢 你自主的那个呢 特别在呢 它看来呢 好像是漆气 似乎了一些螺电 那样 但是 漆气呢 一般它那个 内胎呢 就是用木做的 但是用木做的漆气呢 经过长年的时日呢 因为气温的变化 会变形的 那变形的那时候呢 上面那些装饰的螺电 就会掉下来的了 但是这一个特别之处呢 就是它的内胎呢 是用瓷做的 所以呢 它就重新 和它内容呢 它肯定就不会变形的 电变这一行呢 只是中间那个红色的盒呢 是用瓷器来的 瓷器就仿漆气 就其他那几样呢 都是其实用玻璃做的 但是呢 做得来那个效果呢 就令人感觉 是有些好像肉 有些呢 就好像 譬如这个这样 你看到 黄色红色这样的呢 它就是想仿一种材料 就叫做红黄 红黄是有毒的 和很名贵 即是真品来的 所以呢 一般人都不会真正用红黄 来做一个避烟壶 因为你经常拿着 手上有毒的嘛 但是因为它的颜色 很鲜艳 很漂亮 就是当时清朝的玻璃工厂呢 就想到访红黄 那看上去呢 令人以为是红黄 另外旁边这个避烟壶呢 看上去呢 好像是用 有花纹的石头造成 例如银石 那样 但其实也不是 它是用一种杂成 即合成的物料 都不是只是玻璃 它 我们都不太清楚究竟是什么 但总之它呢 又不是石 又不是玻璃 又不是瓷器 那就是 特别用各种材料 合成一种物料来造成的 那我们今天谢谢这个曾女士 跟我们讲解了 关于这个中国展览 听的一些大概 那如果我自己听起来是 非常的有兴趣 而且了解了很多 不同历史的一些文化 那如果电视机前面 观众朋友们 你们也有兴趣的话 不妨来我们的 Royal Ontario Museum 就是安省皇家博物馆 来参观一下 这个时间呢 是一直维续到 2013年的2月3号为止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